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首《雇佣者石火》被改编翻唱成了不同版本 在综艺《闪光》的乐队中 杨昏和杨承宁 朱星辰就翻唱了这首歌 不过这首歌争议就比较大了 就我个人来说 杨昏的声音刚一出来的时候啊 确实有点违和 但是后期合唱却非常和谐 不知道观众老爷们如何评判呢 爱你不信走岸上 爱你无归的模样 爱你对持过绝望 无恨苦一场 爱你破烂的一生 却赶过命运了枪 爱你和我那么像 全都一样 你不信走岸上的一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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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不信走岸上的一个想法 能想到 启风了竟然还能这么改变 这气枪加的有点怪 怪好听的 原本是首伤感神曲 这盖完还咋一梦 零花一开口就是国泰民安啊 这首别叫我达芬奇 原本是偶像歌手小鬼的作品 但没想到被张真月品贯 叫麦琪唱得这么好听 前半段是海边小清新 后半段直接过渡到朋克摇滚 两种曲风融合的很有新意 而张真月就是不管什么歌 都能唱出满满的少年感 品贯的声音没想到也意外的合拍 走 baby girl 别叫我达芬奇 让我唱首melody 没有太多的问题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走 baby girl 别叫我达芬奇 故事也不用做甜蜜 吃饭睡觉带游戏 你是我的小猫妹 走 baby girl 不知道这几个舞台大家伙更喜欢哪个呢 评论区告诉我吧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